各位朋友 大家好 身邊這位是好朋友Silence 上一段影片 大家都見過他的樣子 上一段影片是英雄本色 是了 雷Sir那段影片 Silence為了場景贊助了酒 很配合場景 今天特意和Silence聊天 上一次沒有說酒如何選擇 其實酒有很多層面 沒錯 通常普遍的人都會用高中低 或者價錢高中低去衡量 其實酒也是一瓶酒 其實裏面分的東西 最重要是你自己適合用的酒 沒錯 最重要是適合自己口味 今天找生日來講解 到底 選酒的時候 第一就是原產地 肯定是 譬如有些人喜歡法國 有些人喜歡澳洲 這些很自由的東西 但是 選酒是怎樣選擇 很多人都 聽過一下 如果是好識的朋友 當然 當是交流一下 現在就是讓生日示範一下怎樣去選擇酒 好 多謝小劉 這次就和大家見面 其實我不太喜歡 弄到那麼複雜 那麼高層次 因為 喝酒其實就是一個 享受 你去享受 它 喝喝吃吃 我們自不然就開心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選酒就不太需要弄到太高深 一般來說 你都是著重 首先 你負擔得到價錢 第二 就會是適合自己的口味 小劉正也有說 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酒出產 有些人喜歡是某一些國家 有些偏好 其實是存在於因為不同的地方 它的氣候 土壤 是會有分別的 導致到 就算同一款的葡萄品種 出來的效果 都會不同 所以每個人 就應該是 按自己口味的喜好 或者你當時 吃的食物 做個配搭 去選擇 其實是最簡單不過的 簡單說 我們很多時候會 接觸到一些酒 有紅酒、有白酒 有香檳汽酒 裏面 有它的酸度 有果味 可能有酒精度的高低 有些人會比較上覺得 我喜歡沒有那麼酸 尤其是我們 東方人或者香港人 比較上就怕太酸 所以有時候有些朋友都說 我白酒就覺得比較酸 我不太喜歡 而紅酒其實 酸度一樣有在 你可以選擇一些酸度 沒有那麼高 舉例 有時在澳洲出產的 紅酒 比較上就沒有那麼酸度高 有些冷一點的地方 酸度相對會高一點 今天 我們說這個 其實 大家都可能 經常都聽的 都是法國酒 我不會特別推崇 法國酒一定好 一定特別高級 其實高不高級 就沒有特別太大的關係 就外於 產量多不多 或者酒粽名氣 價錢賣得貴不貴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最重要 都是那句 適合自己的口味 就是最重要的 那酸度 的一個問題 是不是應該配合 某些食物 會的 因為 其實傳統上 葡萄酒根本上 是食物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會配在酒 而食物的 如果吃東西 食物的甜度 是有不同的差別 你喝起酸度的酒 其實就反映了出來 感覺會有分別 例如我吃甜的食物 喝酸的酒 效果会更加酸 所以我今次跟大家说的 这个酒的产区 是来自于法国的龙河南部 为何要选择这个酒 我不会特别说酒庄 但我想提到的一件事 就是因为我们在香港很多时 我们会吃些中国的菜菜 广东菜甚至乎家常便饭 经常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在同一个桌面里面的不同的菜式 有时京湖菜 对了京湖菜有时会偏甜 如果我们选择那个酒 如果酸度偏高的话比较酸 你吃下去其实就会更加酸 而这一个产区 普遍上它的酸度是没有那么明显 或者没有那么高 再加上那个丹导也不会太重得那么紧要 其实很多次就是適合我们家常便饭 或者是去吃一些中式的菜式 有没有说你现在手上的这杯酒 其实是大概适合什么食物呢 酸度大约有多少呢 酸度我们如果是 专业上我们有些道数说的 又或者是高中低 这个其实酸度是属于中 或者中偏低的 而这个适合什么食物呢 其实是家常便饭 就是普遍大众的家伙 家常便饭 是假常便饭 喝而去吃你的家常便饭 或者是中式的菜式 甚至乎一些辣的东西都可以 而这个酒庄有一个特色 另外有几款酒 是可以配一些辣的食物 譬如村菜、双菜 效果是相当不错的 其实这一种酒 又是否配合海鲜 我也想知道 这个很有趣 很多时候人们就说 红酒就会配红肉 白酒配白肉 但我们有时会用一些红酒 可以配到鱼 当然就要视乎鱼是怎样去做法 清蒸的当然不可以 但如果你是重味的斑头腩 油份也比较高的重胀油 其实很多时候 轻生一点点的红酒是绝对可以的 各位朋友 有时都要冷静地去分析一下自己 到底是喜欢哪一种酒 一是配合不同的食物 就真的配合不同的酒 这是其中酒的学问 当然是吗 是 没错 这一种酒 我刚才已经拍了一些挂杯的情况 我又想问一下沙利 到底一种酒挂杯是怎样才为之好的挂杯 其实挂杯在我的角度 是纯粹是一个欣赏的项目 至于你说是否挂杯挂得多 就代表酒高级或者漂亮 又不一定 有很多原因导致挂杯的程度 酒杯本身 酒精度 酒里面的残糖含量 其实全部都有影响 所以我便不会用挂不挂杯 去做一个酒是否高质素的标准 反而我便会当欣赏 好像我们喝汽酒喝香槟的时候 那些泡又不又细 是否漂亮 甚至乎有些人说是会跳舞的泡沫 我们用来做一个欣赏的角度 我觉得会实际很多 也很中肯的介绍 其实那阵香味的分别 又可不可以和观众朋友说一下 香味因为葡萄的品种不同 还有做酒的时候 很多工序可以令到酒有不同的香味 一般来说果味就一定有在 因为它始终都是一些葡萄造的酒 但因为如果落个木桶的话 你会多了木桶味 又有一些不同的处理方法去发酵的时候 又会多一些 譬如白酒的奶油味 旧的酒可能会有些圆不碎的味 有些雪茄的味 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当然你是否会闻得到那个味 很多时候是需要靠一个经验 甚至乎如果你有兴趣想知道多些 学多些 可以去上一些课程 导师通常会带领你们了解和引导 什么味道是雪茄 这个有圆不碎的味 这个可以帮到大家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学深一点 可以去参加一些课程 随时都可以找Sylus 都可以的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因为那个味有不同的葡萄产地 不同的品种都会产生不同的味 是的 酒窄那里 酒窄的湿度 其实很多人都认为 好像是同一个温度 其实以我过往的经验 其实不是 因为酒窄有机会 有机会是差一度这么多的 所以不同地方的酒窄 我说的是釀酒的地方是酒窄 不同的地区是有不同的温度 所以产生出来的味道 就是那个香气都不同的 就是阿沙刚才说了 就是承载的气鸣 那种东西 譬如木桶 是的 就是那些光 有时我都会见到 是有些光的样制 也是不同的味道 所以这种东西就 就是扩大精深 不是三年两月都说了 你讲到温度 我又想提一提 尤其是我们在东南亚地方 香港 夏天很热 是很热的 我们经常说 喝红酒就失温 但是大家说的 失温是有差别的 因为譬如在欧洲地方 他们的失温可能是二十 二十 少少度 甚至乎是十几二十度 但是香港的失温 可以去到三十一度 三十三度 家里面的 我想二十五六度 很多时候都会有 所以我会建议 夏天的时候 即使喝红酒也好 你放入冰箱 就这样 雪它半个小时 涼一点 其实那个酒 会好喝一点 会爽口一点 容易入口 是的 没错 这种技术 喝酒的时候 尤其是红酒 通常很多朋友都知道 喝进去的时候 到底是否要把舌 卷成一圈 在这裏 这件事 真是由专业的 SILICE 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个经验 其实是否要卷到整个圈 又未至于 拍戏好看 拍戏也是卷成一圈 到底是真的 还是有需要 还是要玩一下 到底是 其实我们 如果正正式设计 我们要去品那个酒 我们的而且确是需要 在那条舌里面 让酒逗留得久一点 因为我们要 争取长一点的时间 让我们去品尝到那个味道 所以是会久一点一点 等下三日示范 当然这件事很难拍 因为它在口中正在做动作 刚才我做了一件事 其实就是 我喝了一口酒 然后再将多些空气 吸入口中 然后让它在那里 移动 两个作用 第一 第一 逗留了一条尼度久一点 我可以感受到的味道多一点 再加上 就是我吸入多一点的空气 然后活化了里面的那个味道 那个分子 然后令到那个味道再出多一点 然后就可以令到那个效果会提升 或者是那个享受到会再高一点 当然这个动作就要小心 因为如果你未练得熟集的话 如果你在公众场所在外边 万一失手 就会比较尴尬 所以大家可以练习多一点 然后就可以随处去用这一种方法 就去令到你喝酒的时候 那个感受会再好一点 一种红酒里面到底有几种味 可以有很多种味 亦都可以比较少的味 如果譬如它有落过木桶 可以更加多一点的味 如果葡萄品种是比较 葡萄是比较好一点 其实它可以去到有十几种味 是绝对不出奇的 可以和观众朋友 简介一下几种味 简介几种 如果初步 我们通常会分开几个类型 你会有 譬如白酒有花香味 红酒有时都会有少少的机会的花香味 果味会有 接着会有些木桶味 另外是奶油味 原不碎 果味亦分很多种 会有红果味 黑果味 什么是红果和黑果 你们幻想得到 就是那些水果皮偏红一点 就是Cherry类 Berry类 有些Berry是更深色的 Blueberry Blackberry 那些 那些叫做黑果类 通常我们比较上 大范围去分 会分这些类型 当然再仔细一点 你可以很仔细说 是否车尼紫味 可以说到这些 所以一种红酒 就不只是尼尖酸 里面就甜 跟着两边就带有少少苦甘味 不只是那么少味 其实红酒是N那么多味 可以很多 视乎酒的质素复杂程度 最后分享的东西 看看 说一说给我们观众 听 一个红酒的年份 到底怎样为之是好呢 这个很深入 这个很深入的问题 这个挺戏剧性的 很多时纯粹说 哪一个年份就是好年 但我的认知里面 通常我们说好年 其实通常是源自于 法国波尔多 或者布格尼那些地方 因为他们比较上 有系统地去记录 每一年的气候 或者收割时候的状况 他们有些统计 也有些报告去发表出来 所以很多时候 在法国 譬如当作是波尔多 他们就会出到 告诉你哪一年是好年 但是你不要将那个好年 就说了 意大利是否都是那一年是好年 未必是的 澳洲是否那一年也是好年 也未必是的 所以如果一些人说 哪一年是好年 那你就不问清楚 它是哪一个地区的年份 葡萄的收割 那就会准整一点 就不要是 大家统一地一说 2000年是好年 可能在某些地区 2000年不是好年 因为地球是全的 而且不同的地方真的有不同的 温度有不同的年份 气候亦不同的 是的 所以千万不要迷信 今天很多谢Sylit 分享初步的专业知识 如果各位朋友有兴趣的话 我在这个说明上 有Sylit的联络方法 或者各位朋友有兴趣 关乎窮酒上的东西 甚至乎是想看Sylit的酒 是否对你用的 都可以直接联络Sylit 这条片不是卖广告 是因为你也知道 我的频道就是希望 将我朋友的知识 像Sylit那么专业的知识 跟大家分享 多些正能量 跟大家分享多些 如果朋友又不卖广告 我又要提一提 平时我们讲酒 在一些酒窖的地方 后面可能是一个吧台 摆满了酒 摆满了酒杯 但今天如果你有留意 我们的背景 这边 这边后面有灯 是的 这个背景 这个完全是一个画廊 艺术馆 你们猜到是什么 你可以告诉我 但我告诉你 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冷静的地方 简单讲解 下次有机会 请到这里的场主 Joe和朋友 跟大家讲解一下 到底这是什么 我简单讲明称 这些是树枝画 什么是树枝画 其实全部人手制作 Joe是一个艺术家 我敢说 今天不是在香港 是的 没错 我们两个先带着 是的 下次有机会 祝Joe和大家见面 说一下他的艺术品 好吗 因为这些树枝画 其实都是属于艺术的一部分 就是適合我 因为大家都是同行 但我去拍摄 他就是树枝画 大家看到 现在后面的空 都带有很抽象的意识 这件事 我们两位 不要把门龙虎了 不要把门龙虎了 等当事人 或者创作者 在这的时候 我们再开咪 再讲多次 今天很感谢沙律 好 我们下条片见 多谢小林 多谢 我们又和观众 say goodbye 拜拜 下条片见 拜拜 拜拜